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诞生的时期 咦 这里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 我以为这里遍地都会是超级大恐龙 哦 怎么一个也没有啊 不要着急哦 这个时期啊 恐龙出现没多久 不是到处都有的 来 我带你去看看 科学家目前已经发现的最原始的一种恐龙 史道龙 看 就是它 啊 它那么小 怎么会是恐龙呢 啊 你可别看它小 它可以说是地球上出现的原始恐龙之一 古生物学家普遍认为 史道龙是很多恐龙的祖先呢 成年的史道龙体长大约只有一米 体重有十公斤左右 相当于两个大西瓜的重量 虽然它不是很大 但它凭借着锋利的牙齿 爪子 以及超级快的奔跑速度 成为了当时的杀手呢 哇 没想到小小的史道龙这么厉害 真对它刮目相看 不过 恐龙的祖先这么小 后来的恐龙是怎么变得那么大的呢 等我们去到三叠季结束后的时期看看 就知道了 当三叠季结束后 侏罗季到来了 地球上的大部分生命开始复苏 环境越来越好 在当时 地球上的气候温和湿润 非常适合生物的生长 于是 一些植物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茂盛 这些丰富的植物 为恐龙提供了大量的食物 可以让恐龙长得很快 除了这个原因 现在的科学家们还认为 大型恐龙的出现 还和它们进化出了大型化的身体结构和生理特征有关 比如说很厉害的呼吸系统 以及很快的获取食物 卓越的繁殖方式等 这些特别有利于恐龙的成长 所以它们就越长越大了 比如下面这个长脖子的恐龙 万龙 它是侏罗纪时期恐龙的代表 也是曾经生活在陆地上 超级大的动物之一 万龙的身体非常庞大 身高在15米左右 当它把脑袋抬起来的时候 差不多能达到五层楼的高度 是那时候的巨无霸 而我们熟悉的霸王龙 还没有万龙的一半高呢 哇 恐龙从那么小进化到这么大 真是太厉害了 嗯 恐龙在当时可是地球上的霸主呢 那恐龙后来为什么不见了呢 科学家普遍认为 恐龙的消失和一颗来自太空的小行星有关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在大约6500万年前 宇宙中有一颗又大又重的小行星 向地球冲了过来 在落到地面的途中 它不断地加快速度 不断地与大气层摩擦 最后减收了起来 成为了一个大火球 当这个大火球和地球相撞后 巨大的撞击引发了地震 火山爆发 火山喷出的火山灰 弥漫在天空中 把地球包裹了起来 由于地球被火山灰包裹着 见不到太阳 地球的温度很快就下降了 在这期间 森林被毁坏 大地被破坏 很多动物因为没有吃的而饿死 庞大的恐龙 也因为找不到食物而奄奄一息 最终从地球上消失了 啊 恐龙家族太可怜了 真想把这个大火球挡住 别砸到地球上 哎 是呀 好了 我们快回去吧 今天关于恐龙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妮娜 你给大家说说 今天我们的进化手册都记录了些什么吧 嗯 今天我们看完了恐龙进化的故事 知道了恐龙最早出现在三叠纪时期 也就是大约2.3亿年前 恐龙最早的祖先史道龙就在地球上生活了 后来 由于环境的变化和恐龙身体的变化 恐龙越长越大 侏罗纪时期的万龙是巨型恐龙的代表 恐龙家族凭借庞大的身躯称霸世界 但后来小行星撞击了地球 恐龙也慢慢地从地球上消失了 嗯 不过妮娜你知道吗 虽然恐龙遭到了小行星的毁灭 但恐龙家族中的一小只物种 早在灭亡前发生了新的进化 进化成了一个新的物种 而且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哦 啊 真的吗 那他们是谁呀 这个呀 就让我们下一次再给大家揭晓吧 小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哦 再见 再见 小朋友们再见